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给大家介绍两大类查找 静态查找和动态查找 但是在我们的课件上呢 我们给大家列出了三种查找表 那么上次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实际上最后一种哈希查找法 它仍然是属于动态查找范围 但是因为呢 它和一般的查找 有着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呢 我们把它单独的列出来 也就是说 在本章当中 大家将着重学习三大类查找 静态查找 动态查找和哈希查找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给大家定义的就是查找表 和查找表上的基本运算 什么叫做查找表呢 所谓查找表就是指 相同类型的数据元素 或者说记录构成的集合 查找表上的基本运算呢 也非常的简单 创建查找表 进行查找 以及便利查找表 那么根据查找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得到两大类查找表 那么查找的结果有哪两种呢 查找的结果有查找是否成功 查找成功的话呢 是指我们按照给定的关键字 在查找表中按照某种特定的查找算法 进行查找 如果能够找到与给定关键字相同的记录 我们就认为我们查找成功了 查找不成功是指我们无法在查找表中 查找到与给定关键字相同的记录 根据查找成功和不成功 我们对查找表的不同做法 我们可以将查找表呢 分为静态查找表和动态查找表 什么叫做静态查找表呢 所谓静态查找表就是指 我们不论是查找成功还是不成功 我们都不能够对这个查找表进行任何修改 主要呢 是指不能够在查找表当中进行数据元素的插入和删除 而动态查找表呢 是指在查找不成功的情况下 我们要将被查的关键字插入到查找表的合适位置中去 我们要进行插入 那么也就是说动态查找表呢 是可以对其中的元素进行删除 并且也可以将新的元素进行插入的一类查找表 实际上由于动态查找表的可修改性 动态查找表的创建 也就是通过无数次查找不成功 然后将不成功的数据插入到查找表而创建起来的 那么后面呢 我们会对动态查找表的这一部分特性呢 专门进行介绍 那么下面呢 我们首先学习第九章的第一节 静态查找表 什么叫做静态查找表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 所谓静态查找表是和动态查找表相对应进行定义的 它是指在整个查找过程中 查找表不能够被进行改动 也就是说查找成功 查找不成功 查找前 查找后 我们的查找表都不能够进行修改 都不能进行修改 在静态查找表这一部分 我们将要学习三大类查找算法 首先呢 我们将学习最简单的一类查找算法 顺序查找 大家呢 先阅读一下在黑板上出现的这一段程序 这一段算法 这个算法表明了如何在一个顺序表上进行顺序查找 请勿绎一下 咱们在黑板上出现的这一段程序 找到一些的序表里 在黑板上出现的这一段程序 你试试的试试 这一段序表明了 在白板上进行顺序 你试试 你试试 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算法 在这个算法当中呢 一共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R 表明的是一个静态查找表 一个静态查找表 K是给定的关键字 给定关键字 也就是说 我们的顺序表上的查找 是按照给定关键字进行的 按照给定的关键字进行的 如果查找成功 我们呢将返回 查找到的与关键字相等的 第一条记录在这个静态查找表中的位序 如果查找不成功 我们将返回零 我们将返回零 那么我们是如何进行查找的呢 在帕斯卡语言当中 我们将我们的R 这个静态查找表中的数据 是排放在一个名称为R的数组当中的 这个R的数组的下标 是从R1到RN 当然N呢 是这个静态查找表的表长 也就是说 在这个静态查找表中 第一条数据是放在R1上面的 最后一条数据呢 放在RN上面 也就是说 我们的R1下面的那些数据 R20 R-1 R-2 以及RN加1 以上的这些数据呢 都是不能够存放查找表中的数据的 那么 有的人可能觉得不能理解 那么你在这个帕斯卡语言当中 我们数据的存放 本身就只能够从R1开始 只能够从R1开始 那么R0 R-1 本来就是不能够存在的 RN加1呢 也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的数据的总长度呢 是一定的 请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是算法 不是程序 那么对于算法而言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它是脱离开程序的 我们认为 我们的这个静态查找表 它的下标 可以是负的整数 可以是零 也可以是正的整数 那么 也就是说 在这个静态查找表中 我们对于这个R2的这个查找表 我们仅仅使用了R1到RN 那么其余的R2的下标 是有效的 但是呢 还没有被使用 但是请大家注意 如果你要将这个算法 写成标准的帕斯卡语句 这个时候的R20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你不能够写成R20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进行从算法到语言的一个转换 当然在本门课程当中 我们主要研究算法 我们不研究语言 那么对于算法而言 我们认为一个数组 大家在学习第五章的时候学到过 数组的下标可以是任意的整数 数组的下标可以是任意的整数 不是说一定要从1开始 或者说一定要从0开始 我们现在来阅读这一段算法 我们的有效数据是从R21开始的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将被查找的这个关键字K 附给了R20 R20也是一条记录 不过这一条记录呢 是本身不存在的一条记录 我们现在将R20这个记录的K 也就是关键字这个域呢 被附为我们被查的关键字K 好了 然后我们设定查找的位序I为N 也就是说我们的查找 是从查找表中的最后一条记录 逐一的往前找 我们来看这个循环 while whileRi.K不等于K 我们就让I被复制为I-1 I被复制为I-1 那么最后呢 返回I的值 那么在这个循环当中 我们并没有考虑到 是否能够查找成功的问题 为什么呢 如果说在这个数组当中 在这个静态查找表中 根本就没有一个 根本就不存在 关键字为K的这一条记录 那么是否会导致while循环出错呢 我们发现 我们的循环是从RN开始 逐一往前找 如果说在R1到RN中 确实有一个关键字为K的记录 那这个while循环可以正常的终止 如果在这个循环当中 我们发现 从RN到R1 始终找不到一条关键字为K的记录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 I的值将会被减到0 那么根据我们在算法中的 第一条语句的负值 我们发现 实际上R0.K早就被负值成了 给定的关键字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 这个循环是绝对可以正常终止的 而且我们发现 如果说在这个长度为N的静态查找表中 根本不存在关键字为K的记录 那么将返回一个0值 因为这个时候的I等于0 如果I大于0 说明我们找到了这条等于K的一条记录 那么这条记录的位序呢 恰恰就是I的值 我们通过这个算法呀 发现我们利用了一个R20解决了查找成功和不成功时候的一些边界条件的处理 我们将成功也罢不成功也罢 都用统一的语句加以完成 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查找表上多用了一条记录 用它来存放初始的给定关键字的值 我们称这个R20为监视哨 为监视哨 我们来对刚才的记录呢 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刚才的查找过程呢 是从N开始 E次的与K呢 进行比较 如果相等呢 那么查找成功返回I的值 I的值呢 就是找到的这条记录 在静态查找表中的未序 如果没有找到 我们就继续的将I进行简易的操作 直到呢 找到为止 那么什么时候算是找到了呢 如果在静态查找表中根本就没有一条记录的关键字的值等于这个K 它将会找到R20.K R20.K 那么对于这个算法而言 我们可以断定它因为是无法判断这个关键字 与关键字相等的这条记录到底在我们的查找表中的哪个位置上 所以呢 必须是从查找表的一端逐一的进行查找 依次的进行查找 所以呢 它应该是由一个循环构成的 循环结束呢 一般是两种可能 查找成功 那么当然就是I呢 代表了那个记录的未序 查找不成功 I等于0 R20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它起到了一个监视哨的作用 我们利用R20将查找成功和不成功统一起来 不需要用专门的语句来处理不成功的情况 当然 我们的查找的方向也是可变的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监视哨 位于R2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查找方向应该是从最后一条记录 逐一的往前进行 我们实际上呀 还是可以让我们的查找方向从第一条记录R21开始 逐一的往后进行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监视哨 应该在哪个位置上 才能够确保查找成功和不成功的时候 它的处理是一样的呢 当然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监视哨就应该位于查找表的最后一条记录RN的后面那个位置上 也就是RN加1 这个时候的监视哨在RN加1上面 I的初值呢 为1 注意我们的循环仍然是这一个判断条件不变 但是呢 I应该是做I加1的操作 而不是I-1 最后呢 为了统一起见 查找不成功返回为0 我们要做一个if条件判断 如果I是N加1的话呢 我们Return0 else我们ReturnI 这个呢 是下面这个算法呢 是我们在前面见到的 查找方向从最后一个逐一的向前找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而上面这个呢 是查找方向从第一个逐一往后找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顺序表上的查找 那么我们是如何来分析这个查找的效率呢 在第九章当中 我们用一个专门的尺度来分析查找算法的效率 我们称它为平均查找长度ASL 平均查找长度的定义是这样的 在查找的过程当中 给定值需要与关键字比较的次数的期望值 给定值需要与关键字比较的次数的期望值 我们实际上就通过这个公式来进行计算的 ASL平均查找长度等于 PI乘以CI求和I从1到N 那么什么是PI呢 PI是查找第1个记录的概率 我们说在一个查找表当中 不是说每一个记录被查找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可能有一些记录它很难找到 但是呢 查找到它的概率很小 可能经常需要查找的是某几条特殊的记录 其他的记录呢 可能需要被找的这个概率很小 所以我们有必要用PI来标识某条记录被查找的可能性 CI呢 是找到第1条记录的时候 已经进行了关键字比较的总次数 包括查找到他自己的时候 也就是查找成功的那一次比较次数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看在顺序查找中的平均查找长度 ASL等于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要找第1条记录的话 那当然是从最后一条记录N逐一的往前找 那么大家想一想 找到第1条的时候 实际上总共比较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实际上我们是便利完了整个查找表的 进行了N次比较 包括N减一次比较不成功和一次比较成功 总共是N次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C1是N P1呢 表示需要查找第一条记录的概率 那么一次往下走 找第二条记录呢 总共比较次数为N减一次 概率为P2 而最后一条记录呢 只需要进行一次比较就可以了 它的概率呢 为Pn 我们做一个假设 假设在这个长度为N的静态查找表中 每一条记录需要被查找的概率是相当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算出Pi的值实际上就等于N分之一 我们将N分之一带入刚才的ASL的公式 可以计算出在每一条记录需要被查找的概率相等的情况下 顺序表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为二分之N加一 为二分之N加一 请注意 所谓顺序查找 是指我们需要从查找表的一端 逐一的往后找 或者逐一的往前找 而不是指这个查找表中的关键字排列是有序的 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 顺序是指查找的方向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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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顺序进行的 而查找表中记录的排放本身无序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干脆就让查找表中的记录排放成一种有序排列 如果有序以后是否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查找效率 换句话说 我们的平均查找长度是不是就可以降低呢 我们呢 学习第二种查找方案 这种查找方案就是将我们的静态查找表当中的记录呢 按照关键字的某种顺序来进行排放 也就是说第二种查找我们需要对查找表进行一些约定 我们希望我们的查找表是进行有序排放的 我们称这种查找是在有序表上的查找 那么什么叫做有序表呢 所谓有序表是指查找表中的记录呢 按照关键字有序排列 按照关键字有序排列 即RI这个记录的关键字不能够大于RI加1这个记录的关键字 那么在有序表上的查找 我们称为折半查找 折半查找 折半查找呢 首先要对这个静态查找表呢 做一个要求 它必须是有序表 其次查找过程呢 不再是像顺序表那样 从查找表的一端 逐一的往后找或者逐一的往前找 我们是这样进行的 我们首先确定待查记录的范围 可能这个范围在初始状态下很大 没有关系 我们逐渐的将这个范围呢 缩小 然后不停的缩小 不停的缩小 直到什么时候查找结束呢 找到了 或者范围已经缩小到零了 还没有找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折半查找的算法 大家呢 先阅读一下这一段算法 这一段算法 感谢观看 观看 我们来看一下 责办查找 R2呢 是有序表 注意R2呢 是一个有序的静态查找表 K呢是给定关键字 跟刚才一样 如果找到呢 返回被找到记录的 所在这个查找表的位置 如果没有找到呢 如果没有找到呢 我们将返回一个特定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算法 首先我们确定查找范围 Low表示查找范围的最左端为1 High表示查找范围的最右端为N 也就是初始状态下的查找范围呢 为整个查找表 Found 来表示是否找到了 当然在初始状态下还没有找到 Found被复制为False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while循环 如果说no 小于等于high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的查找范围还不是一个负数 还不是一个负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查找还没有结束 同时还有一个限定条件 我们的Found还没找到 虽然查找范围还没有缩少到负数 但是呢 有可能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元素了 这两个条件呢 缺一不可 作为没找到的两个条件 我们用语来连接这两个关系表达式 第一个是关系表达式 第二个不而表达式 我们用and来进行连接 那么也就是说 while的这个控制条件 只要为真的话 我们就认为还没有找到 我们做这样的操作 我们将查找范围的中间点取出来 那就是no加high 再除以二取整 除以二取整 也就是说 我们找到的这个中间点呢 用mid来指向 mid现在的值 就是这个查找范围的中间那一点 我们做一个多分支条件判断 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要找的这个关键字k 比这个查找范围当中中间的那个数据的关键字要大 那么根据查找表本身有序 我们可以断定 如果在这个查找表中有我们想要找的那条记录 那条记录就一定位于那个初始范围的后半部分 也就是从中间开始往后找的那一部分 我们将我们的查找范围向右缩小 no被复制为mid加1 同样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关键字等于我们的查找表当中的中间这条记录的话 那当然就找到了 找到了我们就将found复制为真 很显然这个时候循环就需要中止了 k 第三条语句 如果k小于我们中间这条记录的关键字 根据查找表有序的原则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时候的记录 如果存在一定位于该查找表的前半部分 我们将查找表的范围向左缩近 high被复制为mid-1 mid-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不断的这个循环 我们可以断定要么呢 这个查找范围变为-1 要么呢就找到 而且如果找到的话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位置mid就是找到的那个关键字 在查找表中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做个判断 如果说是真的找到了 因为如果是真的找到的话 found才会被复制为真 如果真的找到了 我们就返回找到的那条记录 在查找表中出现的位置 也就是mid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将返回一个值 我们将返回一个值 表示什么呢 表示根本就没有找到 表示根本就没有找到 我们呢 根据刚才的算法 给大家呢 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呢 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要查的这个关键字的值为21 我们的这个静态有序表为这样 我们下面开始 首先确定查找范围 第一步 no等于1 high等于11 因为总共的数据有11条 mid呢 等于6 啊 取中间值 1加11 12除以2等于6 我们看mid6是哪一个数据呢 56 绿颜色的这个数据 56和21比较 显然21小于56 我们可以断定 我们的要找的记录 在这个查找表的前半部分 我们让mid的减1等于5 我们让这个high呢 由mid减1等于5 把这个值呢 付给high high等于5 第二步 啊 由于21小于56 high呢 等于mid减1 也就是6减1等于5 这个时候 no不变 还是1 high是5 两者相加除以2 mid等于3 我们取mid这个等于3的这个mid的值 我们发现为19 21呢 又是大于19的 可见 我们的查找范围需要往右缩近 这个时候我们将no的值呢 复制为多少呢 mid加1 4 mid加1 4 这个时候的high是几呢 high呢 是6 high呢 是5 high是5 6呢 是4 4加5等于9 9除以2取整 mid等于4 mid等于4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 位于第4位的这个关键 这个记录的关键字 恰恰就等于21 也就是说 我们找到了 我们将fond的值 复为真 并且返回找到记录的位序 21 21的位序 4 返回找到的这个关键字 21 所在记录的位序 4 那将4呢 返回 这个就是折半查找 折半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呢 我们可以通过构造一颗判定数来进行计算 大家呢 可以记下它最终的平均查找长度的计算结果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类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类静态查找表上的查找 第一种顺序查找对查找表不做要求 第二种静态查找呢 要求我们的查找表必须是有序的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在静态查找表上的最后一种查找算法 索引查找啊 也就是分块查找 分块查找对查找表仍然是有有要求的 什么要求呢 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查找表啊 分块有序 分块有序 我们称分块查找的这个查找表为索引顺序表索引顺序表 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索引表 按照表中的记录的关键字 我们首先对静态查找表的记录呢 进行分块啊分块 我们分成R2个块 第一个块为R1 第二个块呢为R2 最后一个块呢为R2 R 我们做这样的要求 第K块也就是第RK块 它当中的所有关键字应该小于RK加1块中的所有关键字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查找表啊 呈现分块有序 分块有序 第二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了一个分块有序的查找表以后呢 我们需要建立另外的一个啊 一个结构来辅助进行分块查找 我们称这个结构呢 为一个所以项 所以项呢 包括两项内容 包括两项内容 第一 关键字项 啊 关键字项 为该块当中最大关键字的值啊 为该块中最大关键字的值 那么也就是说 我实际上这个所以项呢 应该包含的是这一块当中 可能达到的最大的这个关键字啊 关键字的值 第二指针项 指针项呢 是指向该块第一个记录所在的位置 所以项中包含了两项 一个是该块中的最大关键字的值 一个呢 是这个块的起始位置 啊 起始位置 我们将每一个块建立一个锁影像 如果有R个块的话 我们要建立R个锁影像 我们将这些锁影像呢 组成一个锁影表 啊 组成一个锁影表 我们以一个例子的方式 给大家介绍 如何进行分块有序的查找 这个地方呢 有一条啊 有一个由若干 有若干这个记录组成的一个分块有序的静态查找表 我们将这个查找表分成了三个块 白颜色的是一块 绿色的是一块 粉红色的是一块 我们看每一块当中呢 包含的记录呢 是六个 当然了 你包含的记录呢 也可能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 啊 记录的个数呢 可能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为每一个块建立一个锁影像 一共是三块 当然是建立三个锁影像 每个锁影像呢 包含两项 第一项应该是该块的最大关键字项 那么第一项我们看一下 第一块当中最大的关键字就是22 所以关键字项为22 第一块的起始位置是整个 所以是整个查找表的起始位置 一 第二块绿颜色这一块 最大关键字为48 那么它的起始位置呢 在第七个元素这个位置上 第三块的最大关键字的值呢 为86 其实位置在13这个位置上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做好了分块查找的所有的准备 所有的准备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分块查找了 那么如何在一个分块有序 又带了锁影表的这样的一个查找表上 进行分块查找呢 步骤有两个 它结合了顺序表查找和责办查找 我们看一看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首先确定我们要查的这个关键和这个关键字相等的这条记录所在的块是哪一块 给定了一个关键字 我们希望在这个查找表中找到和这个关键字的值相等的那条记录 那么这个记录我们到底要确定它的位置怎么确定呢 我们首先看它在这个分块有序的查找表中为于哪一块我们可以找到为于哪一块呢 我们当然要利用我们的锁影表来找 因锁影表中包含了每一块的最大关键字的值 我们根据给定关键字很容易的可以找到实际上要找的那个记录应该是在哪一块里面 请注意 因为我们的锁影表啊 我们的锁影表记录的是每一块的最大关键字 而块和块之间呢 本身是有序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责办查找完成 当然 对于一个有序表而言 你也可以选择顺序查找 所以确定代查记录所在块 用顺序查找和责办查找的都可以 第二 在块内进行查找 由于块内的记录的关键字排列完全无序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第一种静态查找法 那就是顺序查找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刚才的那个啊 分块有序的查找表中 我们现在将这个查找表的放到了屏幕的最下方 我们现在给定关键字三十八 我们要找三十八在这个查找表当中的确切的位序啊 怎么找呢 首先确定关键字为三十八的这个记录在这个块当中啊 在这个缩音表当中应该是哪一块 应该是哪一块 第一块最大关键字是二十二 显然不可能在第一块中 第二块呢 最大关键字是四十八 由于第一块是二十二 第二块是四十八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 K等于三十八的这个关键字 应该是在第二块当中啊 第二块当中 为什么呢 如果他在第三块当中的话 如果三块当中出现了三十八这个数据 而第二块最大关键字是四十八 这个时候就违背了 第二块的这个所有记录的关键字 都必须小于第三块的所有记录的关键字 这样的一个原则 好了确定好他在第二块当中以后呢 我们在第二块当中的数据总共六个记录 33 42 44 38 24 48 对这八条记录进行顺序查找 你可以从前往后 也可以从后往前找 好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分块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 由于分块查找由基本的两个步骤组成 首先确定块 然后确定块中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将他的这个平均查找长度 由两部分来构成 第一部分我们称为LB LB是什么呢 LB就是在利用索引表确定 我们的要查的这个记录 LB是位于哪一块的平均查找长度 那么这个步骤呢 你可以利用责办查找完成 那么所以呢 它的平均查找长度最小可以为责办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 LB呢 很显然应该是查找块类 到底它是位于块类的哪一条记录的 这个时候呢 只能选择顺序查找完成 所以它的平均查找长度应该由顺序查找的方式来进行计算 我们总结一下 在静态查找表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三种查找方法 第一种顺序查找 第二种责办查找 第三种分块查找 它们对于我们的查找表的结构要求 以及平均查找长度都不一样 它们之间有着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 请大家记住 对于顺序查找而言 它对于这个静态查找表里面的关键字的排列 也就是静态查找表中里面的记录的排列不做任何要求 也就是说 只要你是一个静态查找表 我都可以选择顺序查找完成 而责办查找就不一样了 责办查找呢 要求我们的这个查找表必须严格的按照关键字 有序 一定要有序 对于分块查找呢 它是介于顺序查找和责办查找之间的 分块查找是指什么呢 指我们的这个静态查找表当中的记录的关键字 是分块有序的 分块有序的 块和块之间有序 块类呢 可以是无序的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大类查找的不同的查找方法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三大类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呢 按照啊 顺序查找 分块查找 责办查找 呈现出了由大到小的这样的一个啊 结构 顺序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最大 也就是说效率最低 责办查找的平均查找长度最小 效率最高 分块查找呢 介于期间 介于期间 因为它寻找关键字所在块的时候呢 利用的可以利用责办查找 而在块类进行查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顺序查找来完成 那么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静态查找表当中的三种查找方法 三种查找方法 希望大家呢 在理解了这三种查找方法的基本查找思想以后 要能够对这三种查找的查找性能 平均查找长度 以及对查找表的要求呢 进行分类记忆 并且呢 能够对他们这三种查找方法呢 进行比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将进入动态查找表的学习 我们在介绍查找之初呢 就给大家说明了 所谓动态查找表呢 是指表的结构是可以在整个查找过程当中发生变化的 可以发生变化的 那么如何发生变化呢 在查找不成功的时候 可以对查找表进行修改 如何进行修改呢 查找表又是如何构造起来的呢 动态查找主要有哪些查找方法 我们对于查找表本身的物理结构又做了哪些要求 这些都是我们在动态查找表当中要学习的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大家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动态查找表的学习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课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